大家好,我们现在前往佛罗里达皮尔斯堡 老公特地请假陪一位爱好钓鱼的韩国朋友去那里过过钓鱼翼 去年我们来过,那里是钓鱼的好地方 号称阳光州的佛罗里达,现在是满天的云彩,风很大,真担心这个天气不好钓鱼呢 这就是钓鱼 很順利地到達了目的地 還是我們去年住的旅館 辦手續的時候 工作人員開玩笑地說歡迎回家 住在這個旅館裡 釣魚很方便 後院就有專門釣魚的小棧橋 有椅子可以坐著釣 還可以在擋雨和陽光的草棚裡面朝大海喝酒聊天 這次住的與上次不同的房間 室內寬敞明亮整潔 價格約140美元一天 吃完晚飯 老公和朋友就迫不及待地去後院釣魚 可惜風太大浪太急 他們各自釣到了一條大魚 都沒能牢上來 脫鉤跑了 次日一大早 韓國朋友天沒亮就去釣 韓國朋友天沒亮就去釣 上了一條魚 他好高興啊 謝謝大家收看 歡迎您訂閱點讚轉發 再見